《道德经》是道家哲学经典,由老子李尔撰写。 全文共81章,分为两部分。 上篇《道经》第一至37章,和下篇《德经》第三十八至81章。 内容以道与德为核心,阐述天地万物的自然法则和人类社会的治理智慧。 《道德经》第六章原文。 古神不死是为玄聘,玄聘之门是为天地根。 绵绵若存,永之不情,逐字解释与分析。 一,古神不死是为玄聘。 古,指空旷,虚无之地,像指容纳万物的空间。 神,指内在的灵性或自然的本质。 不死,表示永恒存在,生命里无穷。 玄聘,玄指深邃,神秘。 聘之雌性,这里像指万物孕育的源泉。 整句意味,古神像指宇宙中包容万物的本质。 其生命力无穷无尽,这便是所谓的神秘母性。 老子以古神和玄聘为语,描述了宇宙的本源,道的创造力与包容性。 道如同古地般虚空,但正是这种虚无,使它成为孕育生命的根本力量。 玄聘则进一步强调了道的母性特质,表现出它既神秘又充满生命力的本质。 二,玄聘之门,是为天地根。 玄聘之门,指玄聘的入口,向指万物诞生的起点。 天地根,指天地的根本起源。 所有生命与现象的基础,整具意味,玄聘的入口,是天地万物诞生的根源。 老子将玄聘的门,誉为万物生发的起点,说明道是天地和生命的根本来源。 这里的门,既指实际的生发之源,也像指着进入道的关键,暗示了道的不可见,却无处不在的特性。 三,绵绵若存,用之不勤。 绵绵,指连绵不断,细水长流。 若存,好像存在,但不具体显现,永之不勤。 表示道的作用无穷,但其发挥并不激烈,也不因使用而减少。 整具意味,道的存在如细流般,持续不断,看似无形,但作用深远,且永无枯竭。 老子用绵绵若存,描述了道的持续性与微妙性。 强调它以细致,且无声的方式运作。 道虽看似柔弱无形,但其力量无穷无尽,并且永远保持着均衡,不会因过度使用而枯竭。 总结说明,核心思想。 第六章阳述了道的特质与功能,通过古神和玄聘的比喻,描绘了道作为天地万物的根源与生命力的来源,道具有永恒性、包容性与生生不息的特点。 其运作如同细水长流,虽无形,却深远。 关键内容,道的根源性,道被比作古神与玄聘,像指万物的母体与源泉。 玄聘之门是天地和生命的起点,强调道的根源作用,道的特性。 永恒不灭,道的力量不会消失,始终保持生命力的延续。 微妙且强大,道看似柔弱,但其作用范围深远,且无穷无尽。 现代应用于启示,哲学反思。 老子启示我们应尊重生命的根本性与自然规律,认识道柔弱与包容同样具有伟大的力量。 领导与管理,领导者可以效法绵绵若存的道,用柔性与持续性的方法治理,而非一味追求快速与强硬的手段。 生态观点,道的全聘比喻告诉我们,万物与自然母体息息相关,应注重可持续发展,保护地球这个生命之源。 哲学一意,第六章展示了老子对道的深层理解,道是万物之母,是宇宙的根源,无形而有力。 通过这一章,老子提醒人们,要尊重自然的根本力量,追求和谐与长久的平衡,而非过度干涉或追求短期效益。